动物预言故事 不牢靠的犹豫 从前,沸沸和狗是一对好朋友 经常一起玩耍,轻如手足 有一天,他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婚礼 于是,沸沸对狗说 这是一场盛大的结婚典礼 参加者有机会结交异性 并且当场求婚 我们好好打扮打扮吧 狗听了很高兴 便准备了剪刀,梳子,镜子等用具 然后狗使出了高等的本领 仔细帮沸沸剪发,修面,化眉,茶粉 又细先帮她修了指甲 沸沸照镜子感到十分满意 轮到佩佩帮狗打理了 没想到佩佩的肚气心很重 她担心狗打扮过后,会比她更吸引人 所以她不但把狗的头发剃光 脸也刮得很难看 还把她的指甲都剪掉了 当狗看到镜子里面丑陋的自己时 顿时火冒三丈 她向沸沸猛扑过去 想用牙齿势咬她 可是,沸沸立刻跳到树上 藏了起来 狗爬不上去 只好说 从前以后 你在树上 我在树下 谁也背离谁 从那时起 狗和沸沸真的不相往来 原本的友谊也就破灭了 小朋友 智慧小瘾 妒忌容易造成仇恨 纯有妒忌的友谊 是不会长久的